大家好,我是夏日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年夜饭备选之菜,红红火火麻辣香锅 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所需要的食材 麻辣香锅今天咱们准备了是八种配料 然后后期咱们自己在家做的话就按个人口味随便搭配 因为今天咱们选用的是八种,给大家介绍一下 白虾 其后背开套去除香榭 200克 木耳50克 青笋切条100克 火腿切成片150克 蟹柳也就是蟹棒100克 菜花150克 蟹柳切片100克 鱼豆腐150克 花椒25克 肝灯中椒60克 如果家里没有干冬中椒的话可以放一点干辣椒段 相对于干辣椒段添加50克就可以了 麻辣香果酱100克 麻辣香果酱100克 我会看到然后后期上面给大家制作制作一期麻辣香果酱的比例一较成 感谢大家留言评论 蟹柳豆腐酱30克 蒜子80克 起锅烧油油温烧至5-6成热 按照鲜昏后速裂顺序 依次下入原材料 炸熟到处备用 在家里如果用油不方便的话可以用水焯 把所有原材料都用水煮熟即可 因为用油滑过的炒出来比较干香 如果用水焯出来的达不到用油滑出来那种效果 锅留底油 下入蒜子煸出香味 煸成金黄色 下入干豆腐椒和花椒炒出香味和麻辣味 下入红油豆白酱炒出香味 下入麻辣香锅酱 下入所有原材料大火翻炒炒出锅气即可出锅装盘 出锅撒入少许的熟芝麻 一道非常美味的麻辣香锅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第一麻辣香锅食材搭配按个人口味随意搭配 第二不能吃辣的朋友可以不放辣椒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适当添加 第三炒至蒜子时一定要煸熟煸出香味 麻辣香锅的技术总结完毕 关注头雕号美食厨房喜爱萌 这里总有一款您喜欢的菜